这次来玩这款游戏 古惑仔 M 那这是在进行封测的 夜总会 有没有出过啊 古惑仔Online电脑游戏 20周年纪念 同步推出怀旧风的NO角色 扮演手机游戏 做女生好了啊 我们做你的古惑仔啊 好这还有技能呢 喔 生命收割啊不知道是什么 与陈浩然对话 哇 可以放大吗 不行 这边有手冲奖励耶 爵士武器 哇靠 这是古惑仔吗 那爵士武器 哎呦 这陈浩然 可以吗 10分钟就送VIP 这叫包皮 包皮是不是也是那个 风车极间送 钻石 这个好像把它弄成像NORPG这样子啊 结缘 178集开启结婚系统 嗯 把它当NORPG 玩 还蛮特别的啦 比仙霞游戏好多了 不然一直在出仙霞 那是不是应该要有宠物 应该不可能有翅膀啦 不过看起来 途辨事还不错啦 哦 三级耶 哦 三级耶 打天了 久等了 目前只有一個技能 好 第二招有了 這招有了 一定一點規矩也沒有 明天沒有人給我 如果不是的話 見你們一和就打一和 這招有了 傳送 打BOSS嗎 以現代都市為主題也是還不錯的 幹不到山山水水了 不過感覺戰鬥有點生硬了 開啟了三招了 變身 變身 太瞎了 還爆裝 他融入了 聯繫MMO的風格 再變一下 變身 變了 二三級 好 所有技能全開了 變身的持續時間好像比較久一些 多個幾秒有 好 擊敗8B 好 看一下傷神要怎麼 充實 还有特权 开通钻石永久卡 直升特权6 打怪经验加35% 这个你没有特权 落差只是会越多而已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拿到了 我连坐骑都有了 他就是以 坐骑来搭配 这是一台车嘛 那之前线霞游戏 坐骑可能就是某一种 生物 马还是 剑之类的 你摆着不动他也会自动进行任务 好啦那这边多了一个寻宝 手冲送你绝版红武 那玩法其实跟一般的 仙侠是一样的 缺点部分大概就是 角色无法拉近 还有在释放技能的时候 算是普普通通啦 那一样有搭载变身系统 178级就是可以透过结婚之类的 也就是这类型的特色啦 他会送你什么专属时装之类的 所以如果你是男生还是选男角好了 以结婚为目的嘛 那么 游戏就算到这边啦 大家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次进行的 倍速度可以变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基本上次排行一个